好,大家好,我們講了一系列很多跟命理相關的觀念 可是我好評,不過啊,大家好像更喜歡聽我談 命理學上面的一些純學術的一些技巧跟知識 但是我真的要跟大家說啊,不管在學任何東西的時候啊 其實觀念很重要,你有了好的觀念之後 那些技巧你才不會變成是硬去記它、硬去背它 多好的技巧、多複雜的訣竅、多厲害的手法 其實它都是源自於基本的觀念 我一直對於命理學的看法都是希望讓大家可以幫助自己 可以了解自己,而不是去死記、硬記 絕大多數的人不見得要變成命理師 可是有了好的真具命理學的觀念,至少你不會碰到神棍 今天講的是什麼呢?今天講的是啊,算命到底準不準 這個概念呢,甚至也可以引申出來 哇,那到底是八字準還是抖數準 到底是奇門頓甲厲害還是抖數厲害 這種論點啊,就好像我們在討論說 到底是太極拳厲害還是永春拳厲害 常被學生問到的,我一定都告訴大家 會打死人的那個就厲害 同樣的,算得準的就厲害 能夠流傳到現在,而且有一定足夠的體系的東西 細緻的分別上,我們可以分得出來說 各種技術他比較擅長哪一個部分 可是就實際的運用上面來講 坦白說啦,其實沒有太大的差別 有的人會覺得說,八字擅長什麼啊 抖數擅長什麼啊 事實上這種論點是很可笑的 難道說抖數看這個人會離婚 然後這個人離婚呢? 啊,八字看這個人就可能不會離婚嗎? 不可能,這絕對不會是什麼流派啦 什麼技巧上的問題 那就是那個人不準呢? 所以說,首先我們要先知道說啊 完整命理學,不管八字、紫威、奇門等等的 只要他是學的很完整的跟學的很正規的 基本上他就會有一定的準度 我們再來討論說,那到底算命準不準? 通常會發出這個疑問的人,會有幾種情況是啊 第一,他曾經被算過不準的 那是算命的問題嗎? 不是,那是那個老師的問題 第二,他本身不相信算命 所以他覺得算命一定是不準的 那如果你不相信算命,那你相不相信醫生呢? 相不相信那個氣象絕佳呢? 如果你要覺得說,這跟命理學不一樣 那表示,其實你一定不了解命理學 命理學在古代,基本上跟醫生是綁在一起的 命理學之所以被人家所詬病 其實就是因為他裝成那種棍 但是實際上他骨子裡面呢 他是極度科學的東西 但是在極度科學而沒有一個體系 去做一個很嚴謹的教育訓練 跟一個很嚴謹的考核的情況之下 很容易就變成裝神弄鬼 很容易就因為某些人掌握了一些知識之後呢 他就開始用知識來鵝片 大家都應該都知道說,我算命的少 但是呢,我花很多時間在教課的原因 因為越來越多人知道知識 才可以越來越偏向科學 然後讓他越來越有效率的 能夠為眾人所擁有 而眾人所擁有的知識 才不會有因為知識落差 而產生了詐騙的行為出現 第三種是什麼? 第三種是會覺得說 好啦,那如果算命準 那我算了,我也沒辦法改變 那我不是很慘嗎? 我不如不要知道 坦白說,我個人覺得 如果你是這種想法 那也很好 因為啊,人生本來是要靠自己 那如果算命不準的話 那我算幹嘛? 在這些觀點上面 我會用一個東西來跟大家形容 就是健康檢查表 就像我剛剛所講的 命理學跟醫學在早期 事實上是綁在一塊的 就像指握斗數裡面 它包含了很深很深的 古中醫的一些概念在裡面 甚至當今的中醫已經不能夠採用 或者是因為時代背景的關係 不願意去面對的靈魂學 在指握斗數裡面也是保存的 我們現在對於醫學的看法 醫生如果跟你講說 你那個癌症第四期 現在沒有末期 現在講第四期 那你可能剩下幾個月的生命 這個醫生不是在做預測嗎? 是啊 真診的準度在哪裡? 真診的準度來自於研究的資料 來自於討論 來自於他對於你病況的看法 來自於他的經驗值 跟他對你的了解 所以他可以判斷出來說 你大概時間是多少 但是這是不是可以被改變? 那如果被改變了 那是不是醫生就不準了呢? 命理學也是這個樣子 在正常的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去做出一些分析的判斷 分析判斷之後呢 可以講出一個方向 一個狀況出來 可是他是不是就 不能夠被改變 並非如此 如果我明年沒有離婚 那是不是就這個老師不準了呢? 那或許是因為 老師給了你建議 一些你跟你老公 或者你老婆之間感情上的改善 你就沒有理了 命理學的準跟不準 這個議題啊 除非你碰到的是神棍 碰到的是假的命理師 在正常的情況之下 這不能算是一個真的議題 他應該算是一個假的議題 因為呢 他就是一個分析跟推論的一個學問 那我們透過分析跟推論之後 會知道大概的情況跟走向 因照你的能力經驗學術 跟你自己個人的天分跟研究 你可以把那個差距縮小到 一個極度的層次裡面 那這個時候人家就會覺得 那你講得很準 可是如果說 你沒有辦法把這些功課做好 那可能有一些落差 人家就會覺得說 你好像準確率不高 算命準不準 用柯小舟來看呢 他是可以給我們一個 清楚的一個指引方向 也可以告訴我們一些 未來可能發生的事情 就如同各類各類的 這種預測的學問 漁夫在看今天補補的到漁夫 經驗很好的漁夫會說 哇那邊有漁群 可是下去一定有嗎 保證有嗎 那個漁夫他也不敢這樣子說啊 醫生也是一樣 命理師其實也在做相同的事情 另外一個情況是啊 我們常在算命的時候 會碰到很多人會覺得說 哇那個老師超厲害 好強哦 他連那個很細緻的事情都講得到 但問題來了 問題就是 不是每一個人的人生中間 都會有這麼一些事情可以拿來說準 都不是有什麼重大的事情可以拿來講 墮胎啦離婚啦公司倒閉啊 然後斷退啊 死爸爸死媽媽 不是每一個人人生中 他來算命的時候 都有這麼多事情可以讓你去說出來 那如果沒有的時候呢 如果沒有的時候坦白說 你到底要跟他講什麼 啊你今年那個財運不太好 今年所有人陀螺心都在財布公 所有人財運都沒有很好 所以有的時候會讓人家覺得 講起來好像非常的籠統 這是因為實在是沒有什麼事情可以說的 但如果說這個是一個明確的事情可以說的 坦白說有系統的訓練之下 是你一定是做得到的 剛剛提到這個都事實上都是 我們教課的時候啊 學生考試的題目 我告訴你說 這個人什麼時候離婚幾月 哪一年這個人什麼時候創業 這個人什麼時候被朋友倒閉 什麼原因 事實上這個要做到其實也不太難 但你在實際算命的時候 你不見得讓老師說出這些話 因為你沒有發生這個事情嘛 你的人生可能很順遂啊 我們怎麼去分辨這個老師到底 是不是有足夠準度 是不是厲害 建議大家看看他的影片 他講話是不是有邏輯 如果今天他跟你講的都是邏輯 他跟你講的是事理的分析 你可以感覺到他是對很多事情是有見解的 他即使他的命理學的技巧沒有太厲害 那他給的建議也不會太差 如果說你聽到的 都在跟你談他的業障啊 這些這種很神神鬼鬼而說不出邏輯跟道理的 那坦白說你就必須要注意 跟懷疑了 算命到底準不準 算命一定是準的 那問題是你找的老師是不是對的老師 我先講的是哪一段時間 會說究竟是在哪一段時間 在心靈能不能說 剛剛也問我想說 我這次是一段時間